歡迎收看今集的最晚消息 其實這個星期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大事 除了剛剛過去的前天 是我們的動漫廢物十三週年台慶 今晚會有這個節目 星期五才是,每一年都是 如果不是中正正一的話,會在星期五才做 所以今晚記得收看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未知道我們會說什麼 所以希望你們 如果你們有什麼內容想我們做的話 記得告訴我們 今天剛剛從日本回來 看到兩本書 所以想分享一下這個話題 其中一本 就是 就是這個 《今日開始城市業人》 一聽過名就知道 也是這個 CENON的雜誌出的作品 一聽過名就知道 就是穿越去City Hunter的世界 其實就是一個已經到達了中女的 是不是真的好中呢? 不是真的中得很緊要 好像是三四十的女性 穿越回去曼波的 其實曼波的年代應該 1980-1990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漫畫就是 這個 這個 感 Sankula的一個作品 他的參考書當然就是 《北條詩》的City Hunter 另外一本就是馬長康子的騎乘之王 就是這個 普魯吉亞共和國的終身大總統 阿力山大吉普洛夫 他有一個癖好 就是什麼都想去騎乘一下 他可以騎乘老虎 可以騎乘 熊 可以騎乘坦克 可以騎乘戰機 最終他就穿越了這個異世界 開始發覺很棒 其實一開始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有幾個人暗殺他 有幾部大火車撞到他 困住了他 撞到一個雕像 令到他站在那個位置左右被人夾住 然後另一部火車正面撞到他 他不記得一拳還是一腳 一瞬就把地上打爛了 然後托起了 托起了地上的大磚 把車子炒起來 然後他就用背頭 把那部大火車 反達到地上 其實這個總統的樣子 加上他的技能 好像會打敗一隻熊 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是普京 所以玩得很瘋狂 非常搞笑 剛才日本出了第一期 再說一下 另外剛才說的今天開始是城市獵人 其實他的穿越也沒有特別的原因 他突然之間 他都很喜歡City Hunter 他也看了很多年 突然之間有一天 就差點被人推到新宿車站的路軌 醒了之後 其實就已經回到 這個孟波的年代 亦都在那塊留言板上寫了XYZ 然後孟波就在他身邊出現 這個展開了一個 他斬新的冒險 說了那麼久 其實不只是想介紹這兩本書 為何這個 穿越的橋段 會這麼受歡迎 和這麼大熱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集動漫廢物 也有介紹過關於穿越的內容 不過那集剛好 我沒有回來做節目 所以 也借這個機會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其實就是 穿越的橋段 其實是比較容易 去做展開的 而且他的內容 很容易產生到一些 錯摸和衝突 因為你一去穿越 去了另一個世界 無論是真實的古裝世界 真實的古代世界 或者是空想的世界 你和當地的那些人 的認知和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們的習慣是不一樣的 你們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做到的 對雙方的那些認識 就會很不一樣 尤其 日本人可以玩得很厲害 可以轉生成為一隻蜘蛛 轉生可以成為一個史萊姆 你可以變成 又會再多做一重 你內心和現在這個外殼之間的 互相認知 其實是一個挺有趣的話題 就是 如果你變成另一件事 連你自己都不認識自己 那你自己是甚麼呢 如果你作為人的外殼 不同了 原來你可以做的事 會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 轉生經常都可以做到很多 搞笑的內容的一些 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就是 他可以撇開當前的社會規則 因為 無論你穿越到哪個地方 也好 你現有這個moment的那個 習慣 或者那些規條 已經不再適用 其實他 譬如回到古代 你可能有現在的一些規矩 不用守 你去到二世界 可能其實 那個文明程度 不一樣 你有很多東西 都已經不再需要 擔心 在這種不合用裏面 我會覺得 其實看的人 是會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因為他不再需要遵守一些 平時很束縛你的一些法則 例如你不再需要 對所有人都公公敬敬 看漫畫的人在這個社會生活 無論你是學生也好 你是社畜也好 你可能也會 有很多 掣肘和束縛 在裡面 你就會想 如果我去到二世界 這些上下階層已經打破了 已經不再是原本我生活中的那個習慣 對於你來說 其實可能是一個相當之好的 一個 療癒的效果 亦都是你想的東西 這個世界 最好就是全部破壞了他 你未必在這個社會是一個 但是你 在這個世界上 尤其我們身為香港 可能很明白 有錢的人永遠都很有錢 我們這些是窮亡族 做極都只有這麼多 怎樣都儲不到錢 如果壞點這樣說 沒有樓的 你就會扣扣扣扣扣 現在一定要這樣 但要有樓是很困難的一回事 除非有一個很勁的老爸 或者很勁的老母 或者很勁的阿爺 或者毛尼拉 天降橫彩 這些事實上很難發生 除非 很幸運地中了老闆彩 所以你在穿越的過程中 可以完全無視這些東西 所以有一種心理療效 另外在這些作品裏面 都有一個 比較主要的特徵 在現實之中 一般的才能 去到二世界裏面 就會成為了你的天賦 尤其是如果你穿越古代的時候 你的優勢會特別強 因為你擁有了現代人的知識 雖然不是100%符合這個說法 但是譬如 帶著手機去二世界 你的手機 比起所有人都是優勝 雖然那是一個沒有網絡的手機 對於你來說 在那裡的日常生活未必很有效 不是跟現在的形容 不是可以隨便找到資料令你強大 但是 你擁有的東西是其他人沒有 譬如說刀劍 其實他在現實社會裏面 是一個非常普通的高中生 但是你穿越了入一個遊戲世界裏面 當然他說的那個連結比較大一點 但是因為他會 經常操練 所以其實他已經很厲害 但是其實你將他變回 一個穿越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 平平無奇的少年 以及一個 是一個頂級劍士的 又可以 孤獨 高傲 冷酷 型 又圍你轉 諸如此類 所以就會變成了又有另一種 心理上的療癒 就是 其實 我現在在這個世界上的平平無奇 其實只是因為 受限於這個世界 的一些法則 和現實建構的一些東西 令我沒辦法成功 但是事實並不是 只要我在另外一個 環境和條件裏面 其實我就會很厲害 另外就是 如果 相比起你自己創造一個世界觀 穿越去另外一個舊世界 因為他本身已經有好 這是純粹創作上 是相對來說 容易一些 我不是說這樣就一定是 容易就一定創作得好 或者 那麼厲害你創作 這些說話是沒什麼意思的 問題是純粹比較上面 因為 在這個 穿越裡面 穿越了一個已經設定 的世界 他已經有了 所有人都認識 而且你 不需要 如果你要設計一個新的世界 可能你要想很多 譬如貨幣上是怎樣 人物的生活是怎樣 當地的文化是怎樣 你要重新 將一些已有的不同的東西 倒進去變成一個 但如果你穿越的話 你就是直接去一個已經有的地方 所以 就不用特別建構 而且 如果穿越歷史類的話 其實 對於讀者來說 接收的速度也會很快 很容易就可以令到讀者 跟書裡面某些角色 去互動 舉個例子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龍狼轉 如果你 認識三個歷史的話 當然你很快就可以 去理解得到 整個世界怎樣運作 而且 我們現在的人竟然可以 跟那些歷史人物互動 其實那個 那個過程 是會愉快很多 因為你很快就可以知道你跟那些人怎樣互動 跟那些甚麼的人 甚麼個性的人 怎樣互動 而更甚的就是 你作為一個現在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 其實你可以創造歷史 當然有些穿越的也很有趣 穿越的內容是 譬如透過 只有一些我不存在的世界 可以透過不斷地穿越 嘗試改變自己的遺憾 穿越過去 或者穿越去未來 其實都有這種心理療癒的效果 就是去改變一些 如果當年 這樣做就好 的一些內容 所以 其實為何這些 穿越的劇情 會這麼受歡迎 多多少少 除了它本身好玩之外 亦都有一些在心理上的療效 對讀者來說 是在治癒一種 可能是對於自己 可能是一些遺憾 去改變的一種想法 日本有很多 大陸亦都有很多穿越劇 香港亦都有不少穿越劇 當然 例如《小說尋常記》改篇 也有說 那些甚麼格勢追恐 我不知道 郭掌安那一套 我忘記是否真的叫格勢追恐 那一套 不知道你抄或是作的 香港漫畫是否比較少穿越 又好像真的 現在即時想起的有幾套 第一套當然是水壺傳 水壺傳 老夫子的水壺傳 它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種直接穿越 去古代的一個世界 去一個我們認識的文學創作世界 他如何參與在這個過程裏做一些搞笑的事 另外如果說起一些主流的漫畫裏 有哪幾套是和穿越有關係的呢 神前三 甚麼神前還是神外三 就是說 文天回到他父親 男工日年輕的時候 如何鼓勵他父親 成為一個堂堂而表的 男人 以後見到熱撇雞很帥的那個 那個男人 他就是 父子宿命 那種父子的loop 另外就是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神F 和王朝君臨 都是一種穿越 不過就是 古代人穿越來到現代 神F 應該稱不上穿越 因為其實他 他那幾個主要的男主角 其實都是 順然 一直長 永生地流下來 即是 男工太平 另外 神F 可能算是 因為他是穿越了 這個 我穿越了街霸 超霸世紀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一種穿越 因為本身 都算的 因為時代不同 是嗎 他超霸是另一個世界 以及 未來 是一種穿越 另外劍橋的在做空間 也是有現實和遊戲裏面的 其他內容的比較少 其他內容的比較少 施迪就提提了我 例如以前的最拳 最拳 王寧 王寧 也有打過 但他只是一格 光了去 看到天壇大佛 由古裝 閃了一下 打到他們穿越時空 另外 王育郎醉拳 不是我的日帝月后 我那套日帝月后 承接王育郎醉拳 是一個順序 沒有玩到穿越 王醉就是 這個 小劍仙的穿越 白髮小劍仙 穿越回王法小劍仙 拿回自己的記憶 解鎖回各種武功 這也是一個穿越 中英偉的穿越條 也豐富 而且 有趣 在內容裏面 亦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例如剛才所說 白髮小劍仙和王法小劍仙 如何解鎖 拿回自己的武功 這也是一個 我想是香港獨有 想到的 或者用得到的穿越條 每晚一時間想不到 但我猜應該都有 穿越去另一個平衡宇 或者去了未來 這些應該是沒有難度 Fresh Point 馬上想到回到以往的世界 改變了不同的東西 有些偵探的成份 穿越 去解決以前的東西 也有這種味道 但是那種 換味感 例如剛才所說 可以穿越 由一個普通人穿越去找City Hunter 和他們一起度過City Hunter的生活 從今晚開始是City Hunter 以及騎乘之王 騎乘之王這種內容 就是玩外國的領袖 我想真的除了日本之外 沒有多少人 會用這種模式去玩 最強麻雀傳說會玩 但是真的玩領袖 玩到這樣的話 每晚都有的 見過特朗普 見過奧巴馬 當然粵劇就更加厲害 玩特朗普 金正恩 毛澤東 但是 香港就比較少這類的東西 希望以後我們不同的創作 就會 令到這些內容更加豐富 今集的最密消息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